Hello 我是Edwin 我們來到Apple 2022年3月的發佈會 看看他們發佈了什麼 首先是iPhone 13系列 有新的綠色選擇 接著就講iPhone SE 第三代 由A13處理器升級到A15處理器 將一些iPhone 13的功能帶到來iPhone SE 第三代 繼續有Touch ID 更加長的電池續航力 有5G 這個是總結畫面 價錢是港幣3699元起 對比起上一代是貴了3元 星期五開始預訂 下星期五正式發售 接著講到iPad Air 跟iPad Pro一樣 將M1處理器放在裡面 前置的自拍鏡頭 轉了跟其他iPad一樣的超廣角鏡頭 即是說可以用到Center Stage的功能 插到SIM卡的版本可以用到5G 經USB-C傳輸資料會快了一倍 用到Apple Pencil第二代 也有Magic Keyboard 5隻顏色給你選擇 港幣4799元起 星期五開始預訂 下星期五就正式發售 這個是總結的畫面 接著講到Mag機 新的處理器 M1 Ultra 主要由一顆M1 Max 再加多一顆M1 Max 去組成 總之就很快 很快的了 總共是20顆核心的CPU 64顆核心的GPU 除了真的很快之外 也都很省電 特別是對比PC的話就省電很多了 這個是M1 Ultra的總結畫面 接著是Mag Studio 和Studio Display Mag Studio的長和闊就和Mag Mini一樣是7.7吋 高度就3.7吋高過Mag Mini很多的 有4個Thunderbolt 4的USB-C Port位 另外就有HDMI Port位 M1 Max的版本正面有2個USB-C Port位 M1 Ultra的版本就會是Thunderbolt 4 和一個SD Card Reader M1 Ultra可以加到128GB RAM 你在這些畫面就看到大概的尺寸是怎樣 這裡有一個總結的畫面就沒什麼特別 接著是Studio Display 可以調校角度的腳就不用加錢 可以調校高度的腳就要加3000元 你要上場或者是用自己的臂的話 就不用加錢 但是就不會跟腳給你了 27吋的螢幕 5K的Resolution 上面還有和iPad一樣的超廣角自拍鏡 還有用來收音的咪 也都有內置喇叭 後面有3個高速的USB-C Port位 和一個Thunderbolt 一條線就連接你的MacBook 和幫你MacBook充電 有Touch ID的Magic Keyboard 有新的顏色 Track Pad和Mouse 都有黑色的選擇 這裡是一個總結的畫面 Mac Studio M1 Max的版本 15,999元起 M1 Ultra的版本 30,999元起 你加到最盡就可以去到60,999元 Studio Display 12,299元起 今天開始預訂 下星期五正式發售 講完 你現在就用了3分鐘 看完Apple一個小時的發佈會了 有新的手機發佈 當然會有新的手機殼發佈 我是Edwin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這條片是由 Rhinoshield 西牛盾贊助 要買新的手機 當然要配上新的手機殼 這個Rhinoshield Mod NX 手機殼 模組化的設計 除了邊框可以選擇色之外 連按鍵都可以自己選擇顏色 然後你又可以選擇不同顏色的色調 又可以選擇不同設計的背板 有聯名設計可以選擇 自己設計都沒問題 那你喜歡露個機背出來有得 用背板保護機背都可以 還有這個Rhinoshield Solid Suit 除了有不同顏色 不同材質的背板 還可以自訂你的手機殼印字 或者印圖案 甚至是燙金、燙銀上去 而手機殼本身採用了蜂巢緩衝設計 以上兩個手機殼都是3.5米的防撞 確保你的手機不會跌壞 現在還有新的聯名款 有進擊的巨人 以及Tom & Jerry 最後還要有3D撞撞貼 不會難、不會碎裂的螢幕貼 去保護你的螢幕 你用畫面上這個優惠碼 去Rhinoshield的官網購買產品 還可以有9折的優惠 iPhone SE 第三代手機殼 將會開放預訂 留意著Description的連結便可